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即接受手术他 肯定将缺席 本赛季剩余的季后赛 据此前报道小卡 肯定无法出战 本轮系列赛的G6和G7快船 仍相信小卡 只是扭伤而已据 统计快船队史 从未进过西部决赛 此前在有机会晋级西部决赛的比赛中 快船战绩为0胜8弹自作为主教练以来太伦卢 带领球队在手握赛点 时下一场比赛的总战绩 为11胜1负 其中包括了他本赛季 带领快船拿下 首轮G7胜利卢指导 干就完了爵士 真的没有退路了 今天亮出了球队最后的底牌 时隔两周多康利宣布在今天的比赛中复出 此前他在首轮G5遭遇腿筋伤势 缺席至今这两场曼恩真的打得太棒了 开局一上来 连续两季三分再一次 在戈贝尔的头上 完成补扣小伙子路 走宽了大火 都知道轮 内德人称小曼恩 首节比赛结束绝世 33比31 稍微领先快船敏切尔 单节11头6中 3分4中 3独揽16分 3篮板2助攻 一道关键场次 你永远可以相信支柱侠 乔治莫里斯军拿到7分小将 曼恩5头4中 3分2中2单节 贡献12分1篮板 1助攻莫兰特 我认你做大哥 你教我隔口乔丹来了第二节克拉克森出场 直接杀封一人连拿12分 直接帮球队 把分差优势扩大到两位数这12分 还是连续回合感觉又帅 又能打这个称号 要一主了别舍了别舍了第二节末段 米切尔首起刀落外线 又是连续两季三分半场 结束绝世 72比50快船 22分的分差 康利还在找节奏中 好在今天克拉克森站了出来第一节出场三分中一分 未得第二节几乎打满12头8中 3分3中 2砍下21分 目前半场 全队最高分米切尔 19分6篮板 4助攻至21分里 其中有17分式连续回合打成 真是拦都拦不住炸了炸了 今天快船队的主角就是曼恩 就你叫乔丹啊 第三节曼恩 11头8中 3分6中 4砍下了 20分1篮板2抢断 创造快船队使季后赛单阶得分季 陆目前拿到全队 最高34分 已经是生涯新高了 要知道他只是一个二轮秀 随着曼恩的一顿 猛操作三节战霸快船 把分差追到只剩三分 前几场集级国王爆发这两场小卡受伤曼恩 顶替首发也杀封了莫杰绝 战快船下起了三分与一波16比6的高潮抹平分差 并反超了7分 嗨了嗨了 彻底打嗨了苍天啊 曼恩三分再进 快船领先8分比赛 还剩5分多中贝福利 也封了最后一截自信心 爆棚投了就有比赛剩1分多中 随着黑背三分再进分差 来到10分了 米切尔好像不 小心扭到了自己的脚 好在没有大碍没有时间了 爵士大势引去全场比赛结束 恭喜快船131比119 战胜爵士大比分 4-2对时 首次进入西决 连续两轮0比2落后 逆转快船牛皮 卢指导牛皮 直接吹吧 还等什么曼恩真的太牛了全场 21头15中 3分10中7砍下39分2篮板 一助攻2抢断 包勒查了一下曼恩 是第二轮第18顺位 被快船选中4年533万美元 合同今年的薪资是152万美元 小伙子真的把我打服了乔治28分 9版7柱雷吉27分 3版10柱3段 巴图姆16分 7版2柱2段3茂莫里斯7分 5版贝弗利12分4版4柱 龙多2分可惜了爵士米切尔39分 9版9柱奥尼尔21分10版 戈贝尔12分10版 伯格达诺维奇14分 4版康利5分2版3柱 克拉克森21分 4版2柱 英格尔斯5分2柱 费沃斯2分3版 本赛季的第一组分区决赛对阵 也正是出炉太阳队将会在北京时间下周一主场迎来快船的挑战 大伙一起聊聊这场比赛顺便预测一下西爵哪队能最终取胜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